如果今天有一份工作 起薪三万五千块钱 参签管道顺畅 三年之后有机会调派到海外升任主管 月薪调账到八万 你去不去 当然去 好 如果我再告诉你 在前面三年你完全没有任何机会 可以请超过三天的假 调派到海外第一个点将会是 大陆三线城市或者是东协 你还愿意去吗 你犹豫了 你犹豫了对吧 我告诉你 类似的状况放在我们那个年代叫做机会 我们毫不考虑 立刻就出发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代成功的人 有哪个会像你一样 挥霍青春呢 可是现在社会不同了 你知道有很多人会像你当初一样努力 就一定能够报 是吗 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个社会的本质 依旧是没有改变 还是一样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举例而言吧 一个博士生第一年建立立法科应该 年薪有两百万 高阶管理人才依旧缺乏 就连有技术的工地师傅 一个月还是可以拿到 七万 是吧 所以刚才我听你们在抱怨没有球好打的时候 我不禁在想 你们究竟是会不会打球 还是只是 会说的一嘴好球而已 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 现在的大环境也真的不比从前了 对吧 你看 以前你参与的年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黄金年代 那时候买股票 我们怎么买怎么赚 现在是怎么买怎么赔 就像他说的一样 我们这个年代 努力才能获得一点点机会 可是你们呢 是努力就可以一定获得回报 不说别的 就拿电视产业来说吧 以前呢 虽然只有老三台 但是每一档都是自制节目 预算多 升值又快 而现在呢 虽然有了一百多台了 可是每一台都在重播 不然就是买国外的节目 连一点机会 都没有给年轻的制作团队或制作人 那你说 这个大环境 只有一点问题也没有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但是你怎么没有尝试 先把电视关掉呢 没把旧有机会关掉 你们要如何创造全新的可能 对我而言 成功就像登山一样 登山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要越过的山头 的确 我们那个年代山头是比较矮 但是时至今日 你们也有更多便利 让你们跑走得多了 不是吗 什么意思 想象一下 当初的我们是在爬一座 荒芜的山丘 那个时候的我们一无所影 就只知道往上爬就对了 索性 路并不得 只要你肯认分地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终有一天你会登上山顶 享受那山顶的景致 但是现在的你们不同 你们就像是在登百月 抖笑山路 乍看危险 但是你们身上全副武装 你们有登山包 你们有GPS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但是 你们却在原地抽搐不前 一直犹豫 要不爬上山去 于是你们就错过了 白天最佳的攀爬时间 没来得及上山 看热门美景就算了 你们发现时间没有 于是只好摸黑登山 然后一边爬 一边咒骂说 天呐 这座山怎么这么高呢 我会想要是只好摸黑登山顶 我会想要是只好摸黑登山顶 那是只好摸黑登山顶